上次战斗的几十后 地球上的丽花研究所 开发出了电磁波 受缩装置 这个装置还没有完全完成 就已经影响到了 贝加联合军的内部通讯 所以派出了布拉奇队长 去抢回来 丽花研究所内部 正在进行最终调整的时候 突然遭到了攻击 研究员立刻撤出研究所 但是不管是丽花博士也好 电磁受缩装置也好 全部被远盘兽抓走 都显然驾驶TFO追了上去 不过在追击的路上 遇到了小飞碟的拦截 斗杰尔的被击坠次数再次加1 虽然大戒及时赶到 但是斗杰尔这边已经快挂了 只能先救下斗杰尔 放弃夺回丽花博士 和电磁波受缩装置 丽花博士被抓到了 月面骷髅基地 凯达尔女士要将丽花博士 困在远盘兽中 这让大戒消灭远盘兽的话 丽花博士也会死 随后还要把电磁波 受缩装置也装在远盘兽上 研究所这边也抓紧制作了一个 电磁波分解装置 虽然只能使用一次 但是可以破坏 丽花博士制作的 电磁波收缩装置 唯一的问题 是在不清楚磁力的正负极状态 这个问题 斗杰尔建议在自己的TFO上 装备磁铁 用自己做诱饵 来判断磁力的状态 原牌兽 急落急落已经出击 果然泰沙和TFO达到战场 做战执行的很顺利 斗杰尔将正负极状态 告诉大戒 然后大戒操作果然泰沙 用电磁波分解装置 破坏了电磁波收缩装置 急落急落除了激光 还有一个小炮 没有什么能力 全靠人质威胁大戒 最终果然泰沙钻到地下 砍掉了急落急落脑袋的同时 也等同于救下了丽花博士 有盘兽爆炸 事件再次解决 上次战斗的截日后 百花木场的马十分暴躁 一匹白马冲出了围栏 跑出了木场 这是空中一个类似UFO的光球 落入了附近的森林中 木野光和武郎 也被屯兵卫吵醒 不过他们完全不相信 研究所也发现了光球 因为森林附近的湖里 有古莲泰沙的发射通道 如果被圆盘兽发现 研究所就没了 只能让古莲泰沙 出动把圆盘兽引走 或不单行 木场早丢的白马 也恰巧跑到了 圆盘兽所在的森林 而且屯兵卫已经追了上去 博士拜托刀脚 去追回屯兵卫 大戒这边找到了圆盘兽 将它逼了出来 叫做基斯基斯 基斯基斯头部可以发射激光 战斗的余波 影响到了团兵卫的马 还好兜甲和木野光赶到 救下了团兵卫 大戒这边还在战斗 圆盘兽的肩部可以形成盾牌 盾牌上面的小孔可以射出炮弹 下方的小孔可以射出勾转 虽然说圆盘兽没有战胜古莲泰沙 不过已经取得了足够的资料 直接撤退 虽然大戒想要将圆盘兽消灭 但是敌人安排了大量的小飞碟接应 没有办法 大戒只能回研究所 通过这次战斗 采集到了很多古莲泰沙的信号 大概知道了古莲泰沙基地的大概位置 所以打算摧毁那附近的水坝 将那片区域全部淹没 白花牧场这边 因为每次这边急事 大戒都不在 而且大戒也没有说出自己的身份 所以导致木野光很生气 但无法信任连自己去做什么都隐瞒的大戒 一个人进入森林去找白马 大戒也追了上来 他们在水坝附近看到了白马 不过这时布拉奇队长也来到了水坝 进行爆破准备 因为大戒无法坦白 每次自己关键的时候都去了哪里 木野光闹变腻的时候掉下了悬崖 大戒逼得没有办法 只能变身就下了木野光 这下不坦白也只能坦白了 不过大戒貌似是外星人 对木野光打击有点大 不断的逃跑 大戒只能物理让他冷静下 因为刚刚下雨的关系 大戒只能把昏过去的木野光带到山洞 虽然说为了木野光不感冒 做出了这种事情 木野光表示很过分 他还是无法接受 大戒是宇宙人 表示想要冷静冷静 至少贝加雷和军的作战已经开始执行 因为地震 大戒去水坝查看 而刚刚离开的木野光 恰巧被布拉奇抓到 布拉奇威胁大戒 要把古莲泰沙开到水坝下游 他要给古莲泰沙用洪水洗澡 大戒按照布拉奇的要求 驾驶古莲泰沙过来 不过布拉奇这次居然放人了 随后让远盘兽摧毁大坝 大坝一共有三道 为了不被全部摧毁 古莲泰沙冲上去肉搏 第二道破坏的时候 远盘兽和古莲泰沙都被冲走 都简而在想办法减少农场的损失 远盘兽这边挣脱了古莲泰沙 大戒也昏了过去 远盘兽正要摧毁大坝的时候 木野光跑到了古莲泰沙附近 呼喊大戒的名字 古莲泰沙再次站了起来 最终使用宇宙闪电消灭了敌人 木野光终于接受了 大戒是宇宙人的事实 木偿走势的白马也跑了回来 这截知道大戒真实身份的人加一 上次战斗的几日后 多次失败的布拉奇队长 已经无法忍耐 一次性压上了大量的飞碟部队 攻击地球 不过话说回来 哪怕多派一些远盘兽呢 这些小飞碟虽然数量多 但是完全没用 看到这次失败的布拉奇 打算压上全部飞碟 但是被瓦特少尉队阻止 瓦特少尉是亲卫队队长 受到贝加大王的命令 潜入地球暗杀打击 瓦特少尉驾驶远盘兽 倒阁倒阁 连接了一个美国的人工卫星 随后释放黑物 利用人工卫星做掩护 进入地球 虽然研究所知道 有可能是贝加联合军搞的鬼 但是因为国际问题无法出手 这到美国派出了科学家 贝斯博士来调查 不过这也是瓦特少尉的计策 成功利用黑科技武器 附身了贝斯博士 以在宇宙发现新的能源矿物为由 来到日本找研究所合作 这就成功混进来了 合作的内容是特殊的宇宙能量矿石 斗角驾驶TFO去宇宙找矿石 随后瓦特少尉以休息为由 来到了单独的房间 立刻命令布拉奇出动小飞碟 看到小飞碟出现 古连台沙只能出击 斗角这边开始和小飞碟交战 虽然斗角确实有非常强的驾驶技术 不过这次的小飞碟数量太多 TFO再次被击坠 只不过这次击坠的程度稍微轻了一些 古连台沙即使赶到 轻易消灭了小飞碟后 TFO回到研究所 而古连台沙前往宇宙搜集能量矿石 古连台沙搜集完能量矿石 回到研究所 到此时瓦特少尉的计划十分完美 能量矿石如果遇到 被加联合军的武器就会爆炸 瓦特少尉一直等待着这个机会 但是他不知道 古连台沙是走地下通道的 所以石头已经交接完毕了 瓦特少尉都没有等到 袭击大剑的机会 因为瓦特少尉没有见过 杜克弗利特在地球的姿态 所以他只能去试探 因为他是杀了杜克弗利特的父母 他先试探的是团兵卫 不过没有效果 这时瓦特少尉想到了大剑 不过他去研究所的路上 被木叶光看到 木叶光立刻走进路去通知大剑 可惜却被瓦特少尉堵住 大剑在窗口看到了两人 因为贝斯博士的表情 让大剑想起了 杀死自己父母的瓦特少尉 随后就下了木叶光 瓦特少尉的暗杀计划失败 剩下的就是古莲泰沙和远盘兽的战斗 这次远盘兽的造型很有意思 外壳的圆盘还可以当作火拳镖用 头部可以发射激光 古莲泰沙主动进入地面战 远盘兽的脚步还可以喷射火焰 最终古莲泰沙陷入危机的时候 大剑让圆盘在后方使用溶解领域 利用机会使用反重力光线配合溶解领域 消灭了瓦特少尉 成功为父母报仇 自从木叶光知道了大剑的身份 两人的互动感觉变得多了一些